是 即時影像是三仙台 你看看 其實陽光已經露臉了 那麼今天是禮拜一 上班上課日 打起精神了嗎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的午後雷鎮雨 真的是有夠大的 今天還會一樣嗎 會有陽光露臉嗎 還是持續下雨呢 告訴大家 一樣會有陽光 只是呼情呼呼雨 而且會有午後雷鎮雨 所以請大家今天外出 一定要帶傘 全台灣各地 都有一樣的狀況 我們透過雷鎮打回播圖 帶你來分析一下 其實午後雷鎮 昨天下得滿晚的 昨天大概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開始下 一路下到晚上 甚至到了大半夜還在下 那麼哪個地方下得最大呢 那麼就是台北的大鞍區 鮑魚等級 食雨量來到了77毫米 那麼一場午後大雷鎮 讓台北大鞍 大概日累積雨量 來到141毫米 台北新義區來到125 大半夜雨下得很大 那麼就在今天清晨 雨終於停了 雨勢才趨緩 那麼才解除了豪雨特報 那麼今天早上 雨勢比較明顯 包含像是金門地區 8.5毫米 半橋1.5毫米 那麼今天早上 我出門的時候要來上班 又開始下 主要就是因為北部海面 北部地區有水氣正在通過 所以又再開始下雨了 我們從衛星雲圖帶你來看看 今天因為雲層比較多 吹得又是西南風 封面就在馬祖附近 所以今天這個馬祖地區 一整天都會下雨 而且局部可能出現 比較大的雨勢 那麼至於因為封面 靠著這個台灣的海面比較近 所以也會被影響 所以今天西半部不定時 會有飄飄雨的現象 然後早上西半部會下雨嘛 等到午後 又有對流包發展起來了 又有午後雷震雨 所以一整天水氣可以說是偏多 不下雨的時候呢 蠻悶熱的 北台灣34度 那麼中部地區33度 南部34度左右 至於宜蘭跟花蓮 大概是31到32度的高溫 台東地區我請大家特別注意 因為有機會會有焚風的現象 可能會有35度以上的高溫喔 我們透過高溫資訊帶你來看看 因為吹的是新南風 因此呢 受到沉降作用的影響 台東地區 包含像是藍圓跟綠島 今天喔 明天都有機會出現 36度的高溫 那麼至於紫外線指數呢 台東一帶更是紫暴等級 也就是危險級 危險級代表什麼意思 你外出啊 如果呢 15分鐘以上喔 有機會就會晒傷 並南投以南 包含像是雲林嘉義 台南高雄跟屏東 還有金門跟馬祖地區 今天的紫外線指數都滿高的 都是過量級 外出請注意防曬囉 那麼未來這整個禮拜天氣如何呢 哇 一樣啊 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呼晴呼雨會有午後雷震雨 也會看到陽光 禮拜三開始 這個太平洋高壓 逐漸犧牲了 那麼也代表封面會逐漸北台 美雨季正式宣告結束 要進入夏季的典型的天氣形態 什麼意思呢 就是會讓你很熱 熱到你不要不要的 另外這個禮拜 中央氣象組的小編也形容了 他說這個禮拜的後半週 有一點像是不夠善良的我們 什麼意思就是呢 山啊 山風的山啊 善良的我們很熱啊 整個西半部一帶呢 高溫都會來到36度以上 請注意防曬了 再來看三日雨區圖 那麼今天是禮拜一 中部以北 宜蘭各花蓮地區 各地山區都會有午後雷震雨 禮拜二也是相同的狀況 基本上禮拜三 禮拜三的時候呢 這個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稍微減少了 各地會有零星的午後雷雨 那我們從氣象關鍵字 跟您做提醒囉 今天請戴傘 請膝戴雨季 因為會有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全台各地都一樣 另外不下雨的時候 非常悶熱 請大家要注意哦 可能會中暑 所以請大家調整衣著 多多補充水分 另外在禮拜四十前 金門跟馬祖地區 很容易會有濃厚的現象 所以如果你要搭飛機 前往金門跟馬祖的旅客 要隨時注意航班了 再來看各地氣溫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跟新竹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那麼今天會有午後雷震雨 請大家期待雨至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跟雨林 高溫三十四度 那麼基本上降雨是以山區為主 嘉義 台南 高雄跟屏東 高溫三十四度 那麼降雨機率來到百分之三十 宜蘭 華林跟台東 高溫三十五度 尤其是台東地區 今天有機會出現 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連江 來到二十九度到三十一度 那麼尤其是馬祖地區 今天一整天都會有雨室哦 以上是這一節的天氣自信